郭德纲曾在舞台上说过 每一场登台说个三四十分钟 就把钱给挣了 还不耽误你弄个副业 开个小店 如此好的机会 如此宽松的要求 干嘛不用心呢 干嘛不好好的努力呢 当然郭德纲这句话 是为了鼓励大家 用心说好相声 在说好相声的同时 也开展一些副业 如今德云社的演员 也按照郭德纲说的模式发展 一边在舞台上展现着自己 给观众带来乐趣 一边自己开着店 经营着副业 近日德云社演员曹和阳 也转发了一则动态 用了四个胜利的手势 代表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据悉曹和阳是开了一家剧本 杀店 王小阁也在下方评论 想玩给我四叔打电话 王小阁也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亲身感受 看到王小阁帮师叔宣传 网友也纷纷表示 有空一定去捧场 而很多细心的网友发现 曹和阳的剧本杀店 就是当时饼嫂 当时过生日的店 烧饼夫妇作为第一批顾客 在里面玩的也是非常的开心 就像饼嫂说的那样 玩上了剧本杀 看谁都不像好人 就是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收钱呢 如今德云社众多演员中 张云雷的理发店 岳云鹏的面馆 李赫东的酒馆等 都是被观众所熟悉的 当然 这些开店的德云社演员 本身并不经营店铺 而是交给专业的人进行管理 毕竟这些都是副业 而开店的目的 也就是为自己增加一些收入 给未来一份保证 人无远虑必有尽忧 多给自己一份保障 既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希望德云社演员们的副业 可以蒸蒸日上 舞台上能给大家 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来吧